其實民進黨的空戰技巧 並沒有改變 他的火力也沒有減弱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現在我們看到 他在空戰上左支右支 因為他用強大的火力 打的是過去的自己 打的不是國民黨 因為他背叛了過去的自己之後 比如說我們這一次 蔡總統說什麼 是要迎戰藻礁公投 迎戰是什麼意思 迎戰就是對方都是我的 enemy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所有支持藻礁公投的人 都是你民進黨的敵人 光是這一點 就足以讓所有過去曾經支持 民進黨的人怎麼樣 心裡面就很肚子 這搞什麼東西 你把我當成敵人才要迎戰 你應該是要溝通 你怎麼變迎戰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 抹黑潘中正這些東西 最新的還有說 核電要到台中 他說你怎麼不回應怎麼回應 我要怎麼回應 這分明就跟說 你怎麼不回應 地球人要移民火星 你要回應 你知不支持 神經病我一輩子 也看不到的事情 就天馬行空的 一個神話故事 有什麼好回應 這不是真的 是假的 可是你越扯越扯 其實大部分的網路 自己會去看 都有足夠的判斷力說 一起給我整個小 那我記得事情 反而讓人家覺得說 什麼事情都甩過台中 所以越來越多的 再加上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四大不想下台的天王 不是有一首歌嗎 對不起老闆 我不想上班 他是不一樣 他是對不起老闆 我不想下台 有人不想上班 他是不想下台 拚到命了 我也要保住官位 可是越緊張 這個回應的方式就越差 有去找警的 萊豬有亂七八糟的 最重要的是 還有我們的大院長 其實這大院長 他最緊張的是什麼 他最緊張的還不是說 大家要一起團結起來 對抗什麼反對找教 支持找教公投的人 他是擔心有人在裡面 因為派系的鬥爭 在後面捅他 就是希望他下台 最好過關 所以他很怕你知道嗎 所以他要綁架其他 這個民進黨的人物 還有蔡總統 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說 今天在我們的這個 公投的這個戰爭裡面 或者是陸戰裡面 如果陸戰是那麼的有用的話 那麼過去的國民黨 威權時代的國民黨 擁有最多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為什麼會敗下陣來 為什麼會換民進黨執政 因為人心是最重要的 民進黨 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你今天說我要用陸戰 我要用說明會 你最好開直播 讓我們知道你講了什麼 如果你只是資源的分配 如果你只是為了這個 覺得說這樣子籠絡大家 大家會替你講話的話 人心是藏不住的 能夠致圓其說 或者能夠直接來面對這些問題 而不是到現在 還在搞一些扯爛烏烏烏 然後扯什麼核電到台中 還要扯一些人格的抹殺跟抹黑 去扯一些 明明就是在跟你們 長期走在一起的環保健將 把它抹成色情狂 等等之類的那種 奧博跟手段的話 如果你繼續做這種手段的話 我覺得你們是自覺墳墓 那四個哭哭的說 我不想嚇台的人 你們就已經等於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了啦